请收看贵律法师佛学讲座 修行辅导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无真 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的宽恕众神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文静深 杨明威 张欣 我们今天是针对师大的同学上课 每个大学上课 我们不重量 人多了 不代表什么 师大的同学请记住 师大的同学请记住 也不錯不錯 差不多十至五個 清華大學大概最多 清大的上次去上課大概有 一兩百個人 那麼師大的 講實在來講的話 如果我下學期沒有來上實事講表 恐怕就快收攤了 師大按照來講是佔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我本身在高雄 我們很希望來這邊上課 你們就不請我來 別的學校是一直拼命的請 可是因為太遠了 沒有辦法 所以下學期準備上實事講表的課程 師大的同學都是知識分子 知識知識分子 對佛教佛法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正確的認識 比如說社會上人一般的宗教儀式 就是燒香啊 抵告啊 那就是殺生啊 我們最起碼要做一種初步的了解 初步的了解 那麼我們今天要告訴諸位的第一個事情 事情就是說 佛是個教育家 他不是政治家 所以許多人他拜佛 拜神啊 他每次都這樣問 說這個 釋迦牟尼佛管的地區他有多大 釋迦牟尼佛又不是當官人 怎麼管多少人呢 這種思想是不對的 因為佛是教育家 他是要教化我們這些眾生 一個範圍也是三千大千世界 但是我們一般人都把佛陀 當作這種權威性的支配 他好像在做皇帝式的 他管多大的這個區域 這些不對的 所以說他的教化區域有多少多大這樣子 我們講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那麼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大概一千個銀河系 一千個銀河系 所有的星球 主要裡面有生物 有人類 他就是他 度化的對象 度化的對象 那麼佛是個教育家 他教育什麼呢 教育什麼呢 是 最重要的釋迦牟尼佛 講了四十九年的法 就是告訴我們一個心 這個心態的問題 心態的問題 佛陀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病 不只身體的病 還有心靈上的病 心靈上的生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貪心 我們有誠恨心 我們有愚慈心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用理性 去支配所有的感情以及我們的行為 取一種忠道 忠道 儒家講的是禮 禮 何謂忠庸之道呢 但是過以不疾不得忠用之道 一般人 他的生命觀裡面 除了生活 享受追求 很少去靜下來 去冷靜 去看這個內在的世界 大部分全世界的人 每一個都是看外在的世界 他沒有看過這個內在的世界有多美好 他沒有看過 那麼就像我們想要得到內在的智慧 內在的世界 可是如果碰不到正法 碰不到正知正見的法師 那麼所追求到的 也是不正知不正見的 也是行魔外道的 所以有心發一個心 要想要來接觸到 他取到這個法 尤其是知識分子 最起碼的 你應該了解 那我們今天就慢慢的談 佛是什麼呢 佛是發現真理的人 他並不能創造真理 所有的全世界的宗教 他一定有一個主宰 一定有一個主宰 比如說是上帝啦 帝皇大帝啦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裡面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都有一種神的觀念 下雨有雨神 樹木有樹神 乃子如造有造神 那麼天有有天神 這個神的觀念在我們 中國 道教的思想 就一直根深蒂固的 在我們內在裡面 生根 那麼基督教跟天主教回教 是後來再傳到中國 他們也是主張一個神 回教是講真主啊 真主 那麼基督教天主教是講 一神 就是一個真神 那麼他們都認為天地萬物是他所創造的 那麼佛 他不是這樣子 佛就告訴我們真理不能創造 真理早就存在這個宇宙天地萬物之間 是我們沒有去覺悟他 所以有的人講說 是先有佛法還是有佛 還是先有佛再有佛法 都對 這個是一體兩面的 如果說先有法 沒有佛來講出來 去悟到這個真理 法也顯現不出來 那麼法是自然的存在 在這個宇宙當中 他自然的存在 而我們到今天 一個沒有被發現 是佛陀這種大智慧的人去悟到了 他把這個真理 就告訴大家 所以真理之下沒有老師 沒有權威 他不能辯論的 佛告訴我們 生命是無常的 你二十四個小時裡面 必須用理性去支配你的感情 事情是無常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不幸的事情來臨 那隻車禍死亡疾病 一切的不幸 都隨時可能會在你的家庭發生 你也有心理準備 世間是無常的 世間是苦的 身體嘛 他會生病 需要吃飯 那麼為了這個迎頭小力 也痛得頭部血流 大家要面臨這個現實社會裡面 人心的惶惶啊 是吧 在心靈裡也煩惱 所以我們不明白這個世間的真理 生命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嚴重的處罰 我們會活得很痛苦 我們不悟 不悟 等到我們有一定悟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產生這個 智慧的光明 那就可以用理性 我講的 我講的是自性 本性 用這個平本性 實悲心 無所作心 就可以包容整個天地亡物 任何事情來 他都可以捨遠 換句話說 學佛是開在我們原來 本來有的 那一個大智慧 我們有了智慧 就可以運用在 任何一個生命裡面的動點上 那時候就不會煩惱 所以在佛的心中 沒有敵人 因為他不曾經動過一個念頭 去恨哪一個人 他認為動到一個念頭去恨別人 那是自己的修養不夠 那眾人 眾人 人家要害他 要奪取他的生命 佛也認為 這個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應該認命 我們積極地去做 但是 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我們要認 所以 認命的當下 你就會解脫很多不必要的心理的壓力 我們今天 這重拳他就是 一直不滿心思 一直認為上上不公平 他不認命 自己又沒有那個能力 他已經盡力了 可是也沒有辦法 可是他對他所遭遇的又憤憤不平 他沒有那個能力去改變這個事實 去創造 去啟發 可是 內在裡面 去增加另外一層的煩惱 他發現不了自己 不能了解自己 那麼 佛是最能夠控制自己 最了解自己的 所以他發現 世間 世間是頭的 所以佛告訴我們 人有生、老、病、死 每一秒 生命 每一秒時間 都多出我們的生命 我們如果不能夠善於 善於應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對我們來講 只是一種 行屍走路而已 那換句話說 真理是不能辯論的 如果說基督教 天主教 那這個 灰教 他們的教育裡面 就是這樣 一個真神來創造 你可以相信 你也可以不必相信 因為沒有人看到 佛告訴我們 你不要相信前衛 前衛有時候也會錯誤的 佛要告訴我們 你要把眼睛弄清楚 把你的理性弄清楚 你觀測這個世界 有生、老、病、死 你有沒有覺悟 這個就沒辦法辯論了 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也沒有關係 他還是要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這是一個真理 任你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突破 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事實 所以佛講的叫做真理 真理不受時間的控制 不受人前世故的限制 兩千多年前佛講的生、老、病、死 兩千多年後 我們還是要生、老、病、死 佛告訴我們這是真相 事實的真相 你要覺悟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 因為我們脫離不了這個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我們有意識的存在 我們去制度這個時間的存在 我們沒有辦法有這個定力去突破這個時空的束縛 所以我們每一群每一羊都在增長 成長 成長就推向死亡 所以要跳出這個六道輪迴 除了要憎悟 這個清淨的本性 永恆的生命就是我們的本性以外 要不然就要念佛 往先往生及的世界再繼續去修行 所以這兩條路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佛是個發現真理的人 他不是一個創造者 真理不能創造的 如果這個真理是被創造出來的 這個真理就會被改變的 真理就會被改變的 就像阿里斯坦呢 他發明這個相對論 阿里斯坦發明這個相對論呢 是站在職能互換的定理上 可是世界上有一種東西 要是比光速更快的話 那就算不出來了 Energy等於mc平方 m等於mz的ok 更號1-c平方 甚至v平方 指點的運動公式裡面告訴我們 速度越快 產生的質量就越大 可是我們佛經講的福興是一片光明 它的速度比我們的念頭 我們這個光速那是跨得太大了 所以在這個經典裡面講的 大四字菩薩一腳跨出去 就是無量三千大千世界 在威摩基經裡面講的 佛菩薩的威力有到多大呢 他可以把這個地球這樣一把抓起來 放到無量三千大千世界 讓這些眾生連感覺都沒有 就佛菩薩來講 如果我們這個地球來講 還不夠他的一個指頭那麼小 我們的身體太小了 智慧太狹窄了 所發揮的能量也沒有辦法 所以佛就是開採出這個絕對論出來 絕對論 什麼就是絕對呢 就是不經過任何的比較 永安的存在 不是用對立法去推測的 換句話說就是不可思 不可以 我們說光速很快 那是因為光速在物質的運動裡面 沒有一種速度比光速更快的 所以我們說它很快 它的快是由慢來比較而來的 那麼如果說我們繼續空界變化界 我們開悟的人 無量的三千大千世界 都在我們這一念的心中 那你說這光速比較快還是我們的心比較快 這快慢是怎麼分的呢 那麼那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佛更了不起 我發明這個絕對論 絕對論就是不比較 沒有經過任何比較 什麼叫做沒有經過任何比較呢 比如說這個火車從台北開到高雄 火車離開了台北到高雄 可是還離不開台灣 就事實上來講 它是真的從台北到高雄 就是離不開台灣 然後說你在台灣的轉來轉去 離不開亞洲 你從台灣到香港 台灣到日本 到東北亞到東南亞去 那離不開亞洲 那麼你就是飛到美國 它不能離開地球 你就是飛到外太空去的話 它不能離開這個宇宙 不可能 我們要了解 所有的物質現象 都包容在我們的胸量裡面 心裡面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辦法開採出 這份清靜的念在出來 所以我們對無盡無量無邊的宇宙的虛空 完全茫然無所知 我今天講的 我指 指著這個我 指著這個我 就有欲 有這個欲啊 它的心就動 動就走了 就觀測不出來 所以我們儒家講的 無益則剛 人道無求品質高 無益則剛 剛在佛法來講的話 就是自信的 不變的東西叫做剛 無益則剛 就不受到 生老病死 用貪欲 貪生怕死的牵制 不受到金錢 不受到人 不受到 不受到 不受到恨的這個牵制 沒有這些任何的欲望 無益則剛 這剛 在佛法裡面的解釋是 永寒不變的 本性 在儒家來講的意思 就是說 講話就其實很大 他不可能會做錯什麼事情 因為他沒有欲望的埋伏 他內心裡面 就是永遠如此 講話就會很大聲 就剛 但是在佛法解釋不是這樣 人道無求品質高 釋迦摩尼佛就是把我們的生命一直昇華 把這個精神一直昇華到最高點 把我們的物質生活一直降低一直降低到最低點 為什麼 他不需要接種任何的物質現象 他內心裡面就不受到牵制 那一個人的身心都不受到牵制的時候 他就是聖人 開采無量無邊的內在的大智慧出來 那麼世間的一切金錢啊 欲望啊 享受 對他來講都不能夠動搖 不能夠動搖 他已經生活在絕對的這個心態 所以我們因為不能發現這個絕對的真理 所以我們就會有痛苦 我們有得 就有失 有得失 突破不了這個得失的觀念 他不知道我們這個得失的觀念 是受時間的支配而已 你現在得到有一天你就必須要失去 至少你要面臨死亡的來臨 大家都逃脫不了這個死亡的來臨 對不對 那麼你今天有結婚 你就必須有一天離婚 要不離婚的話 就兩個一定要惹死亡 任憑你錢貴是眾 任憑你多少的才干 都是要受這個無償的支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發現這個 就帶著心的本性的親近這一面 是一直在這個相對的錯覺裡面 一直追求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那麼追求嚴重的錯誤 把自己的意識狀態 被束縛在自己的看法 還主觀意識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設定一種標準 就他的學歷 就他的智慧 就他的background 對解 他的教育 他會設定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別人跟他產生一種不同的標準的看法 他馬上會起這個憤怒 他定這個標準 這個人沒有讀書 因為他標準很高 就看不起人家 這個很有錢 這個比我有錢 有成就 公為他 在內心裡面就沒有辦法做到 不卑不亢 這種 大丈夫的胸懷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會落入這個相對立的觀念 因為他念在裡面有一種標準 念在裡面有一種標準性的東西 他就會產生一種標準上的錯覺 他就開始用這個標準去衡量別人 用這個稱子去衡量別人 他就會看不起別人 他就會績笑別人 那只會毀謗別人 攻擊別人 因此就 因為標準的產生 就一連串的 由標準所產生的對立的存在的一種錯覺 事實上 對跟錯本身沒有一個定論 可是他硬要把它 弄一個標準出來 這個就是 我們眾生的心態 就是人像 人像 就像我們這個三度空間一樣 我們這0 x走 y走 z走 我們在數學裡面 像 算出s y跟z 我們為什麼可以算出三度空間 因為有0 0 所以一切就必須以假設而來 0是怎麼來的 0怎麼來的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0是怎麼來的 沒有理由 假設你在書上 在這張書點一點 然後畫出x走 y走 0怎麼來的 無所從來 就是那一支筆點一點 沒有意義 定義沒有什麼道理的 就是假設 我們人也是一樣 我們人常常做一種假設 自我主觀的意識裡面 換向出種種的標準 它叫假設 然後用這個三度空間 那一切的去衡量別人 就產生種種的偏頗 然後下電路去攻擊 所以因此用這種意識狀態來講 你永遠不可能達到絕對的解脫 無論你今天是科學家也好 是社會學家也好 是教授級的也沒有關係 科學家他一定會告訴我 我在研究 我在演繹 我在歸納 他那個我質 這個身體本身是假的 就看不過了 所以他講出來的東西就有偏頗 就有偏頗 沒有正知見 佛講了這個就是我質我見 自己執著自己的知見是正確的 他不知道這個我們人的肉體 是一種虛妄的不實在的 我們今天所活的這個我的標準是錯覺 是我們所有的定義跟定義 都是由錯覺演變出來的 人們就是一直生活在這種錯覺 藉著文字 數目字 語言 來描述我們內在裡面的那種感觸 所描述出來的 通通不能解決他的生老病死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看到了佛經 聽到了佛法 我馬上就體悟 馬上就體悟出來 人一聽到晚 在這裡面一直這樣子的享受 追求五一六成就知道這個不是究竟法的 所以我們一下子就發現了走出家的路線 這個對我來講這個看得太了解了 這結婚沒有所謂的快樂的 那是騙人的 那是騙人的 三年以內七色七色的 三年以後就常常天天打架了 人嘛就是大家都這樣 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 接受了以前的傳統的觀念 爸爸叫你結婚 媽媽叫你結婚 一定要結婚 為什麼大家都結婚我不結婚 不好意思嘛 自己也沒有想到說 就結婚好還是不結婚好 有的人認為說 我爸爸一直叫我結婚的 這不是我的意思 才怪你老婆跟誰睡覺 人就是這樣子 傳統的觀念是這樣子 我們就一定要遵行他 就一成不變 莫所成歸 從來沒有動一個腦筋 說到底今生今世 我所要走的路線 是在家好還是修行好 還是應該怎麼樣做 沒有 像我們今天走修行的路線 我們好得不得了 我們很親近 你怎麼煩惱 一天到晚 我們親近的過日子 是吧 佛一直勸導我們 悟性要提起來 不要受人家的影響 那不要受人家的影響 不是說剛愎自用 而是說你要用智慧 要冷靜 要理性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的 去昇華自己 不要說往生級的事情 或者是死後的事情 你現在應用智慧 就可以活得很自在 就會比較隨緣 以前我聽到人家的毀謀的時候 文靜師裡面就很難過 我本身不是這樣子 你為什麼一直這樣毀謀我 那時候就是很想跟他聽了 因為 後來嘛 就慢慢慢慢的 歷練久了嘛 開大智慧的時候 就認為 回謀也不錯嘛 我們有優點他在回謀嘛 他嫉妒我們嘛 就是回謀是反面的讚嘆嘛 嗯 我們為什麼不回謀別人 是吧 把這個念頭轉一下子 就會別人都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心就會慢慢慢慢的平靜 那忘記這麼講啊 經過很長的時間磨念的 很長的時間磨念的 心態的平衡 那麼現在在聽到什麼誓會了 大概就不太會動啊 你講你的 你講累了就不會講 我做我的 我也不能把你的嘴巴貼一張小龍帆斯 叫你不要講 要講就講夠一點 沒有辦法 這個就更自在了 所以我心中 我不曾經恨過一個人 這種人他很對不起我的 我也不會恨他 不過你拿刀子來 拿刀子來要殺我 我會怕會死 因為這生命很重要 我還沒有修行嘛 到一個階段生命很重要 是吧 好 我們年輕人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 知識分子 對副教應有的認識 對副學應有的認識 有人就問啊 哎呀師父啊像你們這樣出家人 不能吃肉不能看電影不能跳舞 什麼都不行 這個活子有什麼意思啊 哦我們的意思才多呢 當你找到一個內戰世界的時候 你找到一個無量無邊無止境的世界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這些享受啊 都是短暫的 我現在的生活生活到 平穩到了幾點 像我今天的生活 我不會到在家集市裡面去攀岩 不會看有錢的人一天到晚往那邊跑 我不需要看電影 哎 我不需要什麼娛樂場所 什麼卡拉OK MTVTVHC的 這個 不會搞這個 我的心裡面二十四個小時都會告訴自己 這個都不是實在的 只有佛法是真正的生命啊 這短暫的享受哪裡是一種永恆的解脫呢 這不過是一個眼睛的刺激 內在裡面讓一個起伏不定 你認為這是一種享受 那是一種錯覺啊 所以我現在生活裡面 就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來看看大賬金啊 吃吃坐啦 也控制到工地裡面去看 因為我昨天有書講堂啊 我從來不願意去攀岩 不願意去講學會 我不需要跟人家勾心鬥假 雖然我們是一個大法師是名氣大得不得了 可是師傅的生活單純單純的到幾點啊 不得了 單純到幾點 不寬言 不化言 我也不會去講人家的釋回 我也不需要去管人家怎麼樣 我們認為我們決定就是這樣 我也不需要去跳舞 不過走路有啦 走路有,有時候起來就是 彎摸、脫摸、摸摸 做一下動作這個有啦 但是不敢跳啦 因為跳了 人家會說這個出家人怎麼跳遊揚舞蹈呢 人家把出家人是看著聖人一樣的 所以我們出去就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師傅以一個這樣子的身份 從台灣大學一直叫到高雄醫藥先生 差不多二十幾所大學裡 這樣,教,培養著多少的大學生 多少的政治家、宗教 還有這些心理學家 教授、老師、校長、警察 有錢人都不得了 有情有事的 師傅從來不找他們 都是他們來找我的 為什麼? 當你一個人心急進到幾點的時候 你不需要接種任何的事情 我們是一個覺悟的人 覺悟的人 我們開始密載著那些大的智慧 真正的財富 那是真正永恆不變的財富啊 你身上所弄的金錢 那有一天不曉得要跑到哪裡去的 別人賺錢也不一定 火燒掉也不一定 水飄走也不一定 哪一天你出去車禍啊 錢不是你的啊 你身上哪一種東西是你自己的 餐餐餐的?沒有 都是暫時借我們用的 暫時借我們用的 哦,所以一個充滿智慧的人 他就是有理性 他有理性以後 他慢慢的去磨練 一次再一次的磨練 出家人 不吃肉 不看電影 不跳舞 那麼也不需要去什麼卡拉OK的 什麼去海產店的享受 或者是怎麼樣去 國外什麼 觀光啊 或者爬山啊 當然運動對身體是好的 換句話說 一個修行人 修行人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啊 只要你的心 想要改變你自己的生命 你就是修行人 你要去透視這個生命 就這樣子 所以不需要借重著佛法 也不需要借重著這些 世間的這些五一六成 那麼佛法講這個地理嗎? 講這個風水嗎? 那有人講說 我們立法院啊 可能這個地不行 也不能怎麼每次開會都打架呢 所以我常常告訴 我在東京大學裡面 就告訴這些新大的同學 很多的政治家 律師 檢察官 到最後他會來找師父 那師父我活得很煩 我的職業又是這樣子 我活得很無奈 也很痛苦 我去台中的時候 一個議員告訴我 啊 政治很黑啊 我說啊 宗教是很白啊 這個宗教是很白的 那麼 他這個共心鬥角 當了一個議員 或者是神議員 司議員那個立法委員的獎計畫 搞不清楚就幹起來了 這個在一個宗教家的心態來講的話 真可憐的 那些立法委員 都是不論什麼大學 台大法律系的什麼 法律系什麼 都是文學院的 而且就是 頭腦一流的 你看他們的修養 那你說他們是為人民的口學而奮鬥的 或者是 你不管是為人民的口學 做人民的口學 或是做政治秀 那是什麼樣子的 至少這個豐富要保持得住嘛 那份涵養嘛 最起碼的涵養嘛 對不對 衝到桌子上去打人呢 難怪你因為要請假啊 如果我去我也會請假 嚇死了 啊 因此啊 我們佛教講的是 本線的問題 地理風水當然會影響我們啊 是吧 那麼假設說我們今天立法院改變一個地方 你認為這裡面就不會打架 照樣幹架 那麼 對一個宗教家來講的話 他知道 我們終於要遵什麼 最起碼的修養 一定要做到 所以佛告訴我們 我們眾神啊 不弄錯啦 他都是想要控制別人 想要去操縱別人 想要去改變別人 可是一直沒有想到要改變自己 這樣一個觀念永遠的存在這個內在裡面 他就永遠修佛 所以釋迦佛女佛他就是修行 就先 震悟自己 改變自己 把自己修養到極點的時候 用他的德性去感化別人 用他的智慧去降化別人 那所有的什麼地理啊 什麼風水啊 都動搖不了他 當然 佛陀是一個聖者 佛陀是一個聖者 那我們是一個凡夫啊 所以地理風水還是會有影響 但是佛告訴我們要自轉因果 要控制自己 所以佛教徒呢 他不算命的 他不去算命的 他要認命 所謂認命呢 就是儒家所講的這個知天命 就是知天命 那麼我們知天命 我們認命了 就會解脱 得到大智慧的解脱 再來 請問師父 不知道師父 你對感情的看法如何 我們一個知識的人 想要了解這個佛法 那麼佛法對感情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每一個宗教不是講愛就是講不愛 要不然就是講慈悲 不能就是講慈悲 那麼我們要從人的這個最底臭的地方談起 人有欲望 欲望 欲望就是一種秩序 佔有 欲望 可是因為人為什麼有欲望 因為他想緣起自己的生命 想傳統接代 想要養活自己 就在現實社會裡面 就產生一種欲望 這個佛講的這個就是行屍走路了 從來沒有關心到這個世界以外的人 關心自己 慾 慾 慾是一個人 你嘛 慾的一點點生活 叫做愛 叫做愛 我自己 好 我的孩子啦 我有我的媽媽好 我有我的朋友好 那麼又限制於這個小的範圍裡面 小的範圍裡面 所以欲望的昇華 愛 先天性的母愛 母親呢 就愛這個孩子 愛 可是這個愛 它還是有自私的觀念 為什麼呢 愛我自己的孩子就不想愛別人 神愛世人 沒有錯 這是不愛佛教徒 你不信神 他不會救你的 這一定的道理啊 神乃世人 是吧 可是不會愛佛教徒的 你放心 既然 神是一個無萬能的上帝 我們又是他創造出來的 但我們不認識他的時候 他又不愛我們了 所以這個範圍就 還是有知識 還是有知識的 那麼愛的昇華 就不愛 不愛 範圍稍微大一點 像國父所講的啦 不愛啦 不愛 可是這個不愛的範圍呢 卻限制於國家 我愛我們的 中華 中華民族 對不對 我們唱歌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這不會我愛美國 不愛 可是這個不愛嘛 還是一個國家的限制 一個區域性 不愛 也許世界有那麼多不愛 為什麼常常戰爭呢 大家都不想保衛國家嘛 不愛還是有一個區域性的分別 不愛的昇華 叫做慈悲 慈悲 慈悲 慈的意思就是語樂 悲就是罰苦 對困難的眾生呢 我們呢 就是給他快樂 給他這個 慈悲的心態 救濟他 慈就是語樂 悲就是罰苦 救拔他的痛苦 去掉他的痛苦 可是我們人呢 慈悲一陣子而已啊 慈悲一陣子而已 沒有辦法呢 像佛 佛的最高超 就是大慈 大慈大悲 這樣一個大 這個大 就是絕對的意思 就是無緣 大慈啊 同體大悲 無緣 就是沒有任何條件的慈悲 對一切眾生只要佛做得到的 他進全全力以赴的 大慈 大悲 像我就沒有辦法大慈大悲 是吧 台北工專啊 我去台灣大學上課的時候 台北工專就說 師父啊 你來台北工專跟我們上個課啊 現在台北工專 東武大學 四海工專 什麼雲林工專 琴啊 還有什麼森寶牌的 森寶牌的時候 什麼那些女的員工 要聽的 很多啦 美國 美國 還有卡納大 日本 惠利賓 泰國 還有馬來西亞 新加坡 歐洲的西德 這個幾乎常常有收到這個來信啊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大慈大悲了 我的能力有限啊 是吧 就以一個 清華大學來講 這個清華大學以前啊 早些年了 他是說 行修啊 每個禮拜到我們 清華大學來講 時事獎表 那是以前好幾年前了 是吧 我就沒辦法大慈大悲 我就說 為什麼開箭子開到這邊 三個半鐘頭 我講了一兩個鐘頭 又開車開回來高雄 三個半鐘頭 開了七個鐘頭 講兩個鐘頭 嗯 就不划算了 就沒有辦法大慈大悲了 這個會很疲倦的 很累的 I'm very tired 很累的 要趕回來啊 對不對 所以 講實在話的 我們眾生要做到佛這種 心靜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無條件的耶 沒有條件的耶 那我現在有做到一點好處就是說 我去所有的大學上課 我都不拿他們的終點費啊 這一點是一點點優點啊 一點點優點啊 一點點優點啊 從來不拿人家的終點費啊 不過他如果這樣啊 師父拿去啊 沒有關係 我又度過去度過 如果他度了太久 我就覺得很棒 就收下了 我就收下了 沒辦法 盛情難切啊 是不是 那麼 感情這種東西 如果在 這是當然站在修行人的角度來講 這個感情的問題 好 我們來講到這個 年輕人的男女的感情 最重要他就是要討論這個 年輕人 他討論這個 你問說 是不是感情 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出家裡也談愛啊 也談情啊 可是我們的愛跟情裡面 都有 理性的支配 我們的愛跟情裡面 都有理性的支配 我們一直希望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我們愛他 就灌順他佛法 告訴他怎麼是生死 怎麼樣休閒 知道 我們不會像世間的人 一愛下去 一愛著死去活來的 沒有他一定會自殺啦 要不然就是會死啦 如果我今天我這樣子的話 我不會 你放心 我還是要繼續活下去 很累 那麼 那麼 因為眾生 他從無死結以來 他這個感情 他就 拧不住一刀 濕露出來 在內心裡面也非常的清楚 兩個人根本身份配不起來 是吧 一個這麼高 一個這麼矮 可是他們兩個人說他為什麼會相愛的 不知道 你要問你爸爸 你問你媽媽 說爸爸你為什麼要媽媽 不知道啊 看起來很合意就結婚了 他說媽媽你為什麼要嫁給爸爸 不知道啊 他說他長得蠻帥的嘛 就這樣胡理胡理就結婚了 你問一百對 他就九十九對告訴你 我不知道啊 然後兩個人最好 好夫妻沒關係 也就是 常常打架呢 欸你們兩個常常打架 為什麼會結婚 不知道啊 我跟人啊 我才是我跟人啊 通通這樣子的 為什麼 感情雖然是矛盾的東西 它 它引不出一個道理出來的 所以 佛就一直 告訴我們 感情是一個麻木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啊 為了這個女朋友 離開 哭了 我以前也哭過 我以前也哭過了 也很痛苦啊 現在我知道了 我現在很會觀想 如果他離開的時候 我就這樣講 不結婚 當然今天我是出家啦 是講在家的立場啊 他離開 也許更好 也許逃到這個老婆 一天到晚打架也不一定 一天到晚三餐都不煮的話 都泡麵吃 早一點離開也不錯 你不要一直講說 沒有他 我們會死 沒有他我們會死 欸 你這樣做的錯誤了 我們要做到說 他沒有我他會死 這樣才了不起嘛 你做到說 我沒有他會死 完了你就被牽著鼻子走了 對不對 這樣講話才會大聲嘛 感情就是這麼矛盾的東西 明明知道 可是就是明明落下去這個陷阱裡面 你有什麼理由 在維世協裡面講的這個 先天性的 我們難以之間 慾啊 慾的束縛啊 那天地之間 是最大最大最難突破的 就是這個感情的問題 入體上的需要 慾啊 慾望的 人一個人的身體 到一個長度的時候 他就自然會追求意見的 所以在追求的時候當中啊 他眼睛閉上來 淋淋糊糊糊的不管了 條件合不合了 就結婚了 結婚就天天有戲看了 是吧 所以啊 我們以前的馮甲大學 有這個同學啊 他聽了一點 聽到了一些佛法 聽到一些佛法 他很高興 他很高興 這個佛法講四大皆空 四極之空 空極之色 這個太棒了一切法無常 他就說 他就說 不要救眾生 每天都到女生宿舍面前 站岗 去跟女同學講 這個事情是假的 這個事情是痛苦的 這個事情是怎麼樣 每天講每天講 講到後來 兩個結婚了 那 被渡走 他本來不壞一個願 你要去渡那個 李同學被渡走 被渡走 研究了這麼多道理 定律沒有辦法產生 沒有辦法產生這個定律 是不是 修行不是用講的 不是 懂得一點點皮毛 你就 跑到女生宿舍那邊 去渡動生 開玩笑 Play a joint 那麼容易啊 所以有一點理性 就是啊 理性 所以說我們要了解 要欠人寫佛 要輔導別人 那這感情在旁邊自己找啦 這個比比皆是啦 比比皆是啦 你說 所以有很多人 菩薩就欠高我 說 欸 惟老師 你今天成就那麼大 你怎麼那麼英俊 小心喔 我會啦 我二十四個小時都在注意啦 看不對就跑啦 看不對就跑啦 那 所以啊 我不會去外界看一眼 哇 我看女孩子不對我就會注意啦 看她對我們就繼續來 啊 因為你要研究佛法沒有關係 是吧 繼續吧 所以啊 我二十四個小時都會警惕自己啊 我沒有佛的功夫啊 所以佛講的要講 大慈大悲 講實在話 這個就是有感情 我們慈 我們慈喚就是 慈喚就是一種感情作用 慈喚就是愛 愛慈喚就是慈 是博愛 博愛慈喚就是慈悲 慈悲慈善喚就是大慈大悲 不 實際上哪一種人 才能夠做到這種大慈大悲 那除了聖人 要像耶穌這種人 在耶穌要被釘在這個十字架上的時候 因為人家認為他是判斷 散乱 妖言厚重啊 耶穌是聖者 人家要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啪跟上帝祷告 說上帝啊 你要原諒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再講一遍啊 耶穌這個被釘在十字架上 以前啊 他一直還要向神祷告 要神營量這些定他們的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 殘害一個聖人 你不知道 別人要殘害我們 我們還要請求佛去營量他們 你看這種凶量我們怎麼做得到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我以前我的房間都貼耶穌的相片 聖人是聖人了不起 不得了啦 我們要做到耶穌這樣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太了不起啦 不過基督教所講的這個教義啊 我比較不能介紹 因為他講的只有一個上帝啊 上帝從哪裡來的 你不能問 因為我們是被上帝所創造出來的 在基督徒裡面 所有的基督都不能做上帝 因為我們是被創造的 永遠就是 上帝的奴仆 他在佛法裡面講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 有一天大家就會成佛 只要你開悟有機會就會成佛 是這樣子的 是吧 那麼 在金光鏡裡面講 佛在過去世中 修這個菩薩道的時候啊 這個手啊 被人家斷掉了 砍掉了 這個手被人家砍掉的時候啊 佛一點成佛心都沒有 他說 我是修忍辱波羅蜜的人啊 是一個修行人 你砍掉我的手啊 我也不會生氣 這個肢節身體啊 這個身體啊 被割了 被割了 所以佛弟子 在動化眾生啊 如果啊 佛經裡面有這樣講 那麼如果人家罵我們 我們就這樣觀想 人家沒有打我們 是吧 那麼 如果人家打我們 我們就這樣觀想 他沒有拿刀子殺我 那拿刀子殺我 我們就在觀想 沒有殺成重傷 那如果殺成重傷 我們就退一步想 沒有殺死 那殺死 我們就只有這樣想 剛好解脫 所以這個佛法 他就變成了無限的忍辱 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一直原諒寬恕眾生 所以在聖人的心態 他絕對不會報復的 他只靈敏眾生 靈敏這些眾生 他沒有智慧 他的脾氣 他的狂妄 他的自負 他沒有開悟 他就 會不滿這個現實 沒有這個慈悲的心態 他會強害一切眾生 他不會謙虛 那這種心態之下 佛一而再再而三的 勸告我們 我們要謙虛 謙虛是很好的免得 謙虛就不會樹立敵人 謙虛呢 就會跟大家融為一體 我們的優點 由別人來肯定 用不著我們自己去描述 慢慢慢慢 有一點我們就會覺悟 所以在佛經 告訴我們 我們修行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習性 要學我們的感情 跟我們的理性 跟我們的自信 智慧啊 昇華到最高點 三種 感性 理性 智慧 昇華到最高點 這個就是佛 這就是佛 我們不是感情高 就是理性高 我們不是這個 理性高 要不然就是感情高 都始終沒有辦法平衡 那始終沒有辦法平衡 我們就教這裡面 就非常痛苦 所以 吃些的東西啊 內心裡面就趕快做觀想 碰到了 就忍了 不要痛苦 盡可能地解脱自己 盡可能地解脱自己 那麼中生也是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沒有辦法擺脫 那是因為我們的習氣 什麼叫習氣呢? 習氣就是 當我們這一杯開水啊 杯子換泡這個牛奶 每天都泡牛奶 每天都泡牛奶 久久之 你杯子洗乾淨 還有牛奶的味道 當你泡這個茶葉的時候 茶葉倒掉了 它還有茶葉的味道 那麼我們人也是一樣 從深深深深深 你這個拿你的欲望 感情的作用 那麼這個慣性意識 一直存在我們的內在 我們明明知道 但是沒有辦法去擺脫 沒有辦法去擺脫 那要怎麼樣才有辦法去擺脫 那就是慢慢地去觀照 去悟 去悟 所以有一個人 年紀是五十歲 帶了他的女兒來 那女兒來 我說 你帶你女兒來做什麼 我說 師父你跟他摸摸 摸一摸 摸他做什麼 摸摸陀啊 他現在感情挫折 師父你摸摸陀 跟他加持一下 我說這個摸頭沒有用 摸哪裡都沒有用 怎麼摸也不會開悟 要是摸一個頭 他就會不會痛苦 沒有關係 多摸幾下 看只有one more two more 水 more 都沒有關係 可以 可是你摸摸頭 他感情的創傷 就可以解決嗎 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這個要從心理上來去教育啊 那她的女兒來的時候 很痛苦 就在那邊兩眼無玄啊 很痛苦啊 然後又在那裡求 師父跟他加持 這個有用嗎 這個要從事心理上的教育 拿來去覺悟 所以佛告訴我們 成佛要靠自己去覺悟 我們有這個外緣 需要有這個 開示這個佛法 然後我們自己要去體悟這個 師父所講的這個道理 如果把我這個拿 拿這個道理啊 只是當作一種學術性的研究啊 那是很可悲的 那是很可悲的 佛法不是世間的邪悟 不能拿來當作學術上的研究的 要把佛法運用在你的生活 然後實際的去做 這才就是真正的解脫的人嘛 這是真正解脫的人嘛 那麼如果說 你把佛法當作是用學術研究 講得頭頭是道 可是呢 你卻做不到 明天過了苦惱日子 煩惱的日子 以前脾氣那麼壞 現在脾氣也那麼壞 也許是跟忍加力 唉 自己稱自己是開大智慧的人 瞧不起大家 就拿佛法來拗示別人 佛法本來是要讓你解脫的 而變成拿佛法 開這個一點點智慧 變得有點變才了 狂妄別人 拗示別人 那糟糕了 佛法就是應用你的心態 應用在你24個小時 你任何一個時間跟空間 換句話說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理性跟智慧 在任何一個時間空間的交會點上 你要去透視它 時間是無常的 生命是無常的 時間是痛苦的 無幸的事情隨時會發生 我們人呢就是不敢 不敢面臨現實 要逃避現實 一碰到這個車禍 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突然暴病 死了 他不敢相信啊 他的媽媽怎麼死於這個 這麼突然呢 或者說他的兄弟姊妹啊 突然死於車禍 他不能接受 痛哭流涕 那 是 人家講 這出家人是逃避現實 錯了 在家人才是逃避現實 什麼叫做現實 現實就是現在實際的情況 現在實際的情況 不是財米 鹽油 降溯糖 不是的 是生老病死 你的現實的定義 跟我的現實定義是不一樣的 你認為 出家人逃避現實 我認為出家人是最面臨現實的 他要面臨這個生老病死的問題 六道輪迴的痛苦的事情 生命是連鎖的 生命不是斷面的呀 你沒有前世就沒有精神精神的貌相 當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意思還是繼續做你 還是繼續做夢 可見生命是連鎖的 人死後還是有一個動力的存在 就是精神領域 那麼生命既然是連鎖的時候 我們今生今世所做的事情 就會影響到來生 就會影響到來生 那麼生命是連鎖的時候 那麼你為什麼不對現在的生命去控制它呢 去掌握它呢 所以邪惑的人 他是面臨這個什麼樣 面臨現實 生老病死六道輪迴 這最重要的 那麼眾生就是逃避現實 為什麼 他很怕死亡 恐懼死亡 恐懼死亡 一談到人家的往生的時候 死人放在那邊 不敢從那邊走過去 要繞一大圈 他既然有死人的時候 就不敢到人家的家裡去啊 為什麼 怕看到死人 你有一定不會做死人嗎 不會死的幾首 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內心裡面明明知道會死 要問為什麼會怕死呢 不明瞭這個死的我 死後到底去哪裡不知道 這個方法就講得很清楚了 透視它 了解它 你就不會恐懼死人 死人 人家通過 掉了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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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